谈谈千古史 聊聊财经事 谈古论今和大家一起从历史角度解读财富密码 最近资本市场感觉上处于一种横向整理的一种状态 大家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还有行情 看法比较分歧 但是即使如此 但是新的投入者还是源源不绝 最近有一家可能在香港要挂牌的企业 很值得大家注意 什么样的企业呢 就是国内高档的软性饮料品牌耐血的茶 可能会在香港IPO 所以万民哥想针对这一点 跟大家谈谈茶的资本论 中国人饮茶大概从秦汉时代就开始了 但是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 中国人对茶的讲究 还有对饮茶的这种感觉的要求 其实一直都很高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唯一所欠缺的在我们的茶或者饮茶文化中 比较缺乏的就是资本金融市场的要素 耐血的茶到香港挂牌 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的饮茶文化 或者茶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跟资本市场的运作 密切结合 这中间所富含的意义非常的深沉 我爱民哥今天做的图 这个背景是宋代人所画的玉川子主茶图 玉川子是唐朝的一个文人 有茶仙之声 那么我们凸显的主题就是茶的资本论 讲到这边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也反映出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开放 还有国家对于直接融资的鼓励 越来越多的企业 愿意透过资本市场 取得它所需要的发展的资金 包括最传统的茶或者说饮料这种行业 其中最近在新闻媒体上 报道比较多的就是耐血的茶跟洗茶 这个两个都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品牌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 中国的新式饮茶 其实发展得非常迅速 早期这些所谓软性饮料 或者这些奶茶店 或者说是珍珠奶茶等等的 很大的一部分是受到台湾文化的影响 但是万民哥在内地工作了三年多 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软性饮茶或者奶茶店 发源于台湾 然后传到内地市场 但是在内地市场发扬光大 万民哥参加过好几个食品展 或者烘焙展 或者相关的修行食品展里面 都有举办软性饮茶或者说奶茶的相关的竞赛 或者评比 每次参加的厂商都非常非常多 表示这个市场 这个角逐得非常非常激烈 毕竟要做饮料 门槛不高 但是要做得好 似乎一定还包含了很多 需要花更多精力时间去探讨的这种技术 我们可以把这个市场 这个相关机构所做的规划 跟大家做分享 这是国内一家投资机构 它所做的规划 是2015年到2025年之间 中国茶饮料的市场 2015年之后 这个市场大概是2500多亿 估计到2025年可以超过8000亿以上的商机 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发展浮远无见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说吸引了很多人不断的投入 希望在这个老的市场中 能够创造新的商机 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找出一个现象 这些专业机构 它把这个茶的市场分三种市场 第一个叫做卸制的市场 就是蓝色的 第二个就是传统的茶叶 茶包 这个冲泡的市场 是我们最传统的饮茶的方法 那么第三个黄色的部分 代表这个挤饮市场 挤饮市场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到便利店 买一块包装的茶 红茶或者绿茶 这个包装有利乐包 有瓶装水等等的 各种各式的包装茶 它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但你可以发觉 这个市场成长最快的 就是限制茶的市场 限制茶的市场是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现在 一般人所称的奶茶店 或者新式饮茶店 就像刚刚讲的 耐血的茶 洗茶 还有类似Coco 蜜血冰城 这些都属于限制茶的市场 估计到2024年的时候 限制茶的市场 就会超过红色这个部分 传统的茶叶 茶包 冲泡的这个市场 那相对来讲 黄色的这个 集饮茶的市场 反而比较成长性 没有限制茶的市场 来得那么迅猛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限制茶的市场 他们也做了一个评估 这个新式饮茶 从2015年 市场只有200多亿元 人民币的规模 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 估计可以达到 2100多亿的规模 而且大家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蓝色的代表高端的 红色代表中端的 黄色代表低端的 蓝色的这个高端的市场 所占的比例 好像发展的比这个中端跟低端的 来得更快一点 高端的市场 比如说这个洗茶或者耐血的茶 一杯茶可以卖到30块 40块 其实不便宜 那像中端的 从台湾的品牌 Coco 多数台湾的品牌都是锁定 这个中端市场 那低端的呢 就像在国内 这个连锁店最多的蜜血冰层 它就属于低端的市场 单价呢 可能只有4块 5块 6块 这很多学生呢 很喜欢去这个蜜血冰层去消费 所以蜜血冰层分布最多的地方 就是学校的附近 万米克在上节目之前 曾经问同事 对于这种新式饮品 或者这些红茶 有什么样的看法 感觉上很多年轻人 这个每个月的薪水不见得 有多高 但是对于相关的消费 好像一向不手软 你想想看 一杯茶30块 40块 20几块 其实跟客餐的价格差不多了 为什么可以为了喝茶 愿意花这么多的钱 大家都是想说 喝了茶以后 可以得到一些小资的满足感 大的这种消费 我们消费不起 但是小的消费呢 但是能够唾手可得 那就应该及时享乐 至于我的眼下女孩子 高档的化妆品 名牌包买不起 但是买个小口红 偶尔装扮一下自己 可以得到一种 最低程度的满足感 所以类似的商机 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性 讲到茶的这种文化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饮茶的时间最久 而且对于饮茶这个东西 中国人有它特别的要求 而且这种要求经常是行而上等 所以你要把它具体 落实到市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困难 万民哥可以举一个宋代大文好 苏东坡写的一首诗 这首诗呢 它的名称叫做赤韵朝府 祭霍原 四培心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赤韵是一种尸体 朝府就是苏东坡 一个在福建 霍原当官的朋友 福建的霍原就是今天的福建 南平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 叫建欧市 建欧市这个地方非常特别 它从宋代以后 中国最好的茶都出现在建欧市 宋代的时候叫霍原 中国的这个御用的皇家茶园 历代都是在霍原市 都在建欧这个地方 这个朝府呢 取得了当地特有的好茶以后呢 就寄给了苏东坡 让他品尝品尝 当苏东坡很高兴 就写了一首诗 因为茶也特别好 仙山林草诗行云 形容茶生产的这个环境 一定要特别的好 而且要云雾诗气 比较重一点 喜片香肌粉末云 这是古代宋朝人 一种喝茶的方法 我们现在喝的是散茶 泡茶的时候都是一片片茶叶 朝包里面也是一片片的茶叶 但是宋代是把茶叶 经过这个催针或者杀青的方式 然后把它研磨成粉 然后制成这个茶叶 明月来头玉川子 所以明月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茶叶的形状 来头玉川子 玉川子就是外面各位刚刚讲的 唐代著名的茶叶 如同清风吹破武陵村 武陵是什么地方呢 武陵就是杭州 清风吹破武陵村 这个事也是有典故的 我还没个一会儿 可以跟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药汁浴血心肠好 不是油高手面心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茶的好坏 要看它的本质 看它的产力 看它用的料 而不是光看外表 不是油高手面心 因为宋代做的那个茶叶 它为了保存时间可以久一点 或者利于储存 这上面都会涂一层油脂 看起来非常的油亮 但是你不去喝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是好是坏 细作小诗均一笑 从来家民是家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写的这首次运的诗 你看了笑笑就好 这个好的茶就像美人一样 不但外表要漂亮 那更重要的呢 就是药汁浴血心肠好 还要看它的内涵 所以苏东坡写这首诗 用最漂亮的美女来形容最好的茶 这个外表跟内涵 跟内在的特质都要同时坚固 那你想想看 你把这个喝茶跟美人相对 或者相处来做形容的话 它里面所包含的情节 就非常非常的复杂了 就像我们经常讲 什么样的女人最漂亮 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一样的女人在不同的时候 她所展现出的风韵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好坏 或者说它的品味 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这种高深莫测 万民哥跟大家再分享一首唐代的诗仙 如同所写的一首七碗茶 这个研究茶的人 几乎都晓得这个作品 七碗茶里面是形容喝茶的境界 喝第一碗的时候是什么 一碗润文猴 就是喝一碗的时候 只是节节渴 感觉上还不错会回甘 两碗破孤梦 喝两碗的时候 你本来很寂寞 很凉弱的心情 就可以为之转好 光这个一碗两碗下来 其实它的境界就已经 非常非常的高了 三碗收枯藏 什么叫做收枯藏 就是把你肚子所有东西 都清洗的一遍 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心汗 平生不平事 静向毛孔散 你把四碗茶喝下去以后 所有一生所碰到 不如一的事情 都可以抛诸酒消云外 大家想想看 如同写这个诗 真的极富想象力 五碗击鼓青 六碗通仙灵 喝到六碗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达到了 成仙的境地 那再喝第七碗的时候 那更不得了 七碗吃不得 因为吃了以后 那会产生的副作用 或者产生的效果 很难评估 唯绝两意 习习清风生 喝完以后很难形容了 只觉得两个背绑 就要变成四绑了 可以飞起来了 蓬莱山在何处 蓬莱仙山在什么地方呢 玉川只秤此清风 玉归去 这个喝了清完以后 两背化语成翅膀 马上就飞到蓬莱山 这个得到升天了 这就是如同 对于这个茶的 喝茶的这种心境 的这种形容 由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看见 中国人对于喝茶 他要求的标准 是非常高的 而且很多要求 是形而上的 可以议会 不可以言传 这个就是 中国茶文化的 这个金钥之处 那外民哥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哲端 所画的清明上河图 这个里面有一个情景 外民哥试着 截屏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个截屏可以反映出 北宋遍基因城 隐藏文化的兴盛 画圈圈的这个部分 显示了几个重要的景物 首先就是右边 圈圈的这个右下角 右下角有两个 叫做青布闪 是当时 宋带一般商人 或者小摊贩 遮阳的一种工具 这两个青布闪 底下有两个招牌 这个招牌上面写影子 影子是什么呢 就是饮料 就是饮料店的意思 就是饮料摊的意思 这两个饮料摊的对面 有一个叫做脚垫 脚垫是什么呢 就是有座位的地方 你可以坐下来 叫一壶茶 叫一点点心 就像现在的星巴克 或者说是耐血的茶 或者是洗茶的这种经营方式 你可以感觉出来 它有两种不同的消费 一种是现场喝了 站着喝 可以得到立即的满足 一种你可以找个朋友 这边聊聊天 慢慢的品评好茶 但不管怎么样讲 这个景物就反映出宋代人 对于茶文化的这种需求 还有市场的这个兴盛的程度 但是外面刚刚刚讲过 就是中国人对于喝茶 它的要求标准 相对是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的结果 你就很难适应工业革命以后标准化的时代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显示的是全球最大的利盾 这个茶叶品牌 大家都知道利盾的那个茶叶包 小小的一包 这个可以让大家很方便的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享受到喝茶的这种乐趣 但是利盾包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谈品品味太单一了 所以英国人喝茶的方式 就是泡一包茶包 有时候要加点糖 加点牛奶 加点咖啡等等等等的各种方式 所以喝法 就比较复杂 但是往往这种喝法 就比较不容易喝到 茶的原来味道 我们可以看出来 利盾这个茶叶的品牌 它崛起的过程 这个图的左边 叫做汤马斯利盾 这个人后来被英国女王封绝了 他在1887年的时候 在他的家乡 苏格兰 开了一家食品店 开食品店刚开始只是卖一些进口的 比如说美国来的牛肉干 或者说是法国来的乳酪等等等等的 但是1890年的时候 苏格兰的港口进口了一批西兰茶 汤马斯利盾很聪明 就把这个西兰茶全部买进来 买进来以后 透过广告行销 很快的就把这个茶给卖光了 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对喝茶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讲 是比较讲究的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下张图就是1887年的时候 汤马斯利盾所开的利盾market 就是开了一个小型的连锁食品行 另外就是1890年的时候 西兰茶到苏格兰以后 他从港口中把这个茶运回到他的仓库的情景 为了行销 在运送茶的过程中 汤马斯利盾还请了一个乐团 一路跟着运茶的马车 把茶叶送到他的仓库里头 用这种造势 这个人他对商业的行销 有他的一套独到之处 但不管怎么样讲 他能够发展成为 一个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 靠的就是行销 行销的背后还有一个就是标准化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更有意思 这张图是20世纪初 茶包出现的这种情况 茶包的发明者叫做 汤马斯舒利文 他在1908年在纽约发明了茶包 当时他是为了卖茶方便 所以把这个茶叶包成一小包 一小包的小茶包作为样品 供客人饰饮 我们可以看图的左边就是20世纪初 从1922年到1950年代 整个茶包变化的情况 这个茶包虽然是由美国人 汤马斯舒利文发明了 但是他在美国没有大行其道 毕竟美国人对于喝茶不像英国人那么热衷 可是茶包被汤马斯利顿看到了 利顿公司马上把他这个专利买下来 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就在英国大行其道 这个更有利于茶这个商品的标准化 跟生产的品质控制 也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利顿公司在上个世纪 也就是1930年代以后 慢慢就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公司 我们看这张图 大家不要看中国人虽然以这个茶的始祖至尊 对于这个喝茶有自己独到的这种品味跟看法 还有这种骄傲感 但是利顿这个品牌在中国 其实大家不能够小看 它在这个急饮市场里面的市占率 大概接近10% 在热饮的这个茶叶市场里头 也接近5% 到了这个2018年的时候 利顿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年销售额 已经突破了6.5亿美元 你不要看中国每年 这个几千亿的茶市场里头 没有一家可以达到这个标准 即使是现在即将上市的洗茶 或者耐血的茶 他们一年也卖不到6亿美元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在这个工业化革命以后 再配合资本市场的发展 产品的标准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在我们东方国家 除了中国以外 日本的茶道也是非常有名 我们看下张图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茶道源自于中国 有人说是在唐代的时候传到日本 其实日本人喝茶最早是和尚在喝的 和尚为了修道 为了能够清新 所以透过饮茶的方式 希望来提升自己 对于佛学或者佛经 或者佛理的这种理解跟体悟 但是慢慢慢慢的 到了16世纪以后 日本的茶道慢慢的逐渐的平民化 在日本茶道平民化的过程中 有一个人起到了成仙起后的作用 叫做千利修 被日本人尊为茶道的始祖 但是千利修后来被封城秀吉给杀了 不过千利修过世以后 他的小孩子 他的后人或者他的弟子 也继承千利修的遗志 继续发扬日本的茶道 所以发展出了很多的中派 一般来讲 日本的茶道可以分四大中派 第一个就是千利修 千利修之下又发展出 比如说果千家 表千家等等 不同的中派 关千利修底下 现在分出来的支派就有几百个 在千利修之外 根据日本的分类还可以分出三派 西川 山栽 吉田 支部 还有树内 少治 但是这三派之下他们也分了好几百派 所以日本的茶道流派非常的复杂 流派复杂就会形成一个结果 不容易标准化 所以日本的茶道虽然现在已经变成日本文化的代表 但是日本的茶道要走上国际市场 有它的主力 它的主力就在于 它没办法结合工业化标准化的这种需求 你没有办法标准化的话 你就没办法进入资本市场 让产品可以在最快或者最短的时间之内打开这个市场 现在中国的喝茶的文化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变化 进入到一个新饮茶时代 你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耐血的茶或者洗茶 这些高端的商品的品牌 他们也试着标准化 除了营造特有的这种饮茶环境 比如说耐血的茶 很强调它同时还卖面包 除了现场可以喝以外 它还可以有外带的商品 这些商品甚至于在中国的这些茶品牌里面 还成立了一个CCFA委员会 就试着希望对中国这几年新发展出来的 新饮茶方式能够标准化 一旦标准化以后 再加上这种资本市场的助力 那么它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国际化 打开全球的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耐血的茶或者洗茶 他们要挂牌 如果大家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 它其实背后还有巨大的利益跟意义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